2021年6月的一天 河南洛阳一民政局来了一对特殊的夫妻 男的名叫杜潇洛阳 本地人 35岁离异状态 女的名叫 奈娜乌克兰人 25岁单身未婚 曾经还是乌克兰体操冠军 虽说跨国婚姻 在现在这个社会 并不算是什么稀奇事 但年龄相差这么大 还是投婚嫁二婚 这就比较新奇了 据了解杜潇的前妻 也是外国人 两人还孕育了一个混血女儿 年轻漂亮的那娜为什么 要嫁给看似不般配的杜潇呢 杜潇身上有何魅力 两人现在的生活状态如何呢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1996年2月娜娜 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农村 家庭里 她的父亲是个性格暴躁的人 还特别喜欢喝酒 每次大醉后 都会在家里大喊大叫 她的母亲则是完全相反的人 性格极其 温柔与人和善 这样的夫妻组合显然不会幸福 娜娜父亲经常找妻子的茬儿 不仅跟她吵架有时候 还出手打她 最后这段婚姻在维持七年后结束了 幼小的娜娜和母亲净身出户 不久后 娜娜母亲认识了一位爱好运动的男士 她也有过一段婚姻 因性格不合离婚了 两人的经历非常相似 不久后 两人就结婚了 从此定居在了哈尔科夫 娜娜的生活也从此发生改变 继父 是一个阳光开朗的人 在她的引导下 娜娜也爱上了体育 后来走上了体操学习道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娜娜顺利进入当地专业的体操队 她开始参加各种比赛 频频拿奖 甚至得过全国体操冠军 本来她打算往职业运动员方向发展 可惜国家对这个项目不怎么重视 所以娜娜在体操方面的发展很受限 2016年 20岁的娜娜只好退役 由于没有学过多少文化课 只有体操技能 她只能利用自己的优势找工作 最后一家杂技团录用了她 但是她所在杂技团的工作不怎么赚钱 而且因为国内局势动荡 职业生涯遇到了很大的瓶颈 2018年在朋友的建议下 娜娜来到中国发展 随后进入河南一家马戏团 从事表演工作 2021年1月她跟随马戏团来到洛阳巡演 也是在这里娜娜认识了后来的丈夫杜肖 一天傍晚忙完工作的娜娜去洛阳城区闲传 路过一家便利店的时候 她刚进门准备去买零食 就遇见了一位中国帅哥 对方长得很高 身材健硕容貌 也好看 娜娜一下子犯了花痴 她先是定睛看了看对方 发现她也在看自己 娜娜不自觉就害羞了 这个帅哥叫杜肖 性格活泼 外形很成熟 她在附近开了一家健身房 平时爱好运动 这天刚好下楼买水喝 杜肖注意到娜娜在看她 出于礼貌她向娜娜微笑示意 并主动走上前 用熟练的英语问候这位外国女孩 简单寒暄过后两人就算认识了 本以为是一面之缘 以后再没有交集 但出乎她们意料的是 这段 《异国缘分》才刚刚开始 在继续讲述她们的爱情故事前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杜肖 1986年杜肖出生在洛阳一个工人家庭里 父母亲都在印刷厂工作 她家算不上大富大贵 但也从不缺吃少穿 父母还特别注重对儿子的培养 杜肖的成绩非常好 高考过后进入了洛阳的外国语学院 学的专业是西班牙语 18岁的时候她就想走出国门 到国外赚大钱 2008年大学毕业后 她应聘到中国实话的翻译岗位 随后被公司派到南美洲哥伦比亚工作 据了解那时候杜肖的月工资就已经八千元了 到了2010年的时候 杜肖的工资已经涨到了五万元每月 一年下来她的收入就能达到六十多万 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 杜肖决定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 回到校园继续深造 她向哥伦比亚一所大学申请攻读硕士 后来成功被该校的国际贸易专业录取 在此期间她一边读书 一边靠翻译兼职养活自己 后来杜肖硕士毕业 她继续留在了哥伦比亚 直接被一家中方企业录用 而且这次的工资更高 一年下来赚一百万不在话下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会疑问 杜肖翻译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现如今又做起了健身教练 怎么不继续在国外发展了呢 而这也是内娜所好奇的 那天在便利店偶遇后 杜肖和内娜就加了双方的微信 随后的日子里两人每天联系 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亲密 杜肖给内娜讲了自己之前的故事 直到谈起硕士毕业后 这一阶段 她开始变得吞吞吐吐 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如果为难的话 可以不说的 内娜说 我有过一段婚姻 就是在硕士毕业后 杜肖鼓起勇气说 2012年8月刚刚硕士毕业的杜肖 在哥伦比亚 认识了美女艾斯 此人后来成为了她的第一任妻子 艾斯是名护士比杜肖小一岁 她长得很漂亮 有很多人追求 但艾斯都没同意 原因是这些男的都没什么钱 遇到杜肖后 艾斯像是看到了人生的曙光 她觉得跟杜肖在一起 肯定能过上有钱人的日子 杜肖和艾斯认识一个月就同居了 2013年初在双方家人的支持下 他们在哥伦比亚首都结婚了 艾斯没有要一分钱彩礼 在她看来只要能顺利嫁给杜肖就足够了 同年十月 艾斯生下一个混血女儿 她开始在家做全职妈妈 杜肖负责赚钱养家 2014年春节 杜肖带着妻子女儿回中国发展了 面对新环境 艾斯非常不适应 尤其是在带娃方面 她和婆婆产生了巨大分歧 很多次都想直接回哥伦比亚 不仅如此 她原本以为杜肖很有钱 跟她到中国肯定会生活得很好 可到了中国才发现 杜肖的家庭很普通 虽然这些年在国外赚了些钱 但根本不足以让艾斯过上她想要的生活 艾斯和杜肖的矛盾越来越多 几乎天天都在吵架 四年后 艾斯带着女儿走了 这段跨国婚姻也彻底终止 离婚后 失落的杜肖去墨西哥发展了一段时间 后来因为疫情影响 被迫回国 在家乡开了一家健身房赚钱 杜肖一五一时将自己的过往讲给娜娜 她以为娜娜会因此疏远自己 可现实并非如此 那你还挺不幸的 认真对待一段感情 却没有被珍惜娜娜说 不提了都过去了 希望我以后能遇到良人杜肖说道 于是在认识三个月后 二十五岁的娜娜主动向杜肖表白 这完全出乎杜肖预料 她一时不知道如何面对 这个比自己小十岁的外国女孩 我结过婚还有一个女儿 你确定要和我在一起吗?杜肖问 我确定 我想跟你生活在中国 其他的我不在乎 娜娜坚定地说 杜肖被娜娜的执着打动了 她接受了对方的表白 二零二一年五月娜娜辞去马戏团的工作 来到洛阳和杜肖同居 对于他们的感情 杜肖父母并没有反对 因为他们不想看到儿子一个人生活 有个女孩陪着儿子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然而娜娜母亲对女儿的这段恋情有点犹豫 她害怕女儿在异国他乡受苦 一直劝着女儿回乌克兰找对象 可娜娜偏要和杜肖在一起 甚至扬言非杜肖不嫁 最后母亲也不强求了 只能顺应女儿的想法 那一年35岁的杜肖和25岁的娜娜 在民政局领证结婚了 一切的进展非常快 而之所以会这么快结婚 一是为了让丈母娘安心把女儿交给自己 二是娜娜的签证快到期了 他们结婚后娜娜就能长久留在中国了 婚后他们每天过着二人世界十分幸福 可是好景不长 杜肖的健身房因疫情影响已经亏了几十万 难以继续经营无奈只能关门 就在这对新婚夫妻冥思苦想未来的出路时 一个机会悄悄降临 杜肖玩短视频的时候发现 很多跨国夫妻都在拍自己的日常生活 而且从中赚到了不少钱 甚至还成了有名的网红 敏锐的杜肖嗅到了商机 她和娜娜商量后一致决定坐自媒体 两人对拍摄、剪辑都不懂 于是就从灵学起 慢慢地他们的视频有了起色 积累了粉丝赚到一些钱 有时杜肖父母还会客串到镜头里增加视频效果 杜肖爸爸妈妈幽默开朗长得也很年轻 他们和娜娜的关系非常好 镜头里的他们总是乐呵呵的 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 之后事业步入正轨的两人又开始备孕 为了顺利怀孕 娜娜主动喝中药调理身体 终于在今年一月娜娜检测出怀孕了 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 她激动地都哭了 我前一天晚上还梦见要当爸爸了 没想到梦想成真了 又要有混血宝宝了杜肖兴奋地说 开心的同时她也更加想念远在哥伦比亚的女儿 她和女儿已经六年没见面了 经过一番沟通 前妻艾斯决定将女儿送到中国 和杜肖一家团圆 那天杜肖和父母早早地就在机场等候 混血女儿见到爷爷奶奶和爸爸后 哭得气不成声 前妻艾斯也来了 她站在一旁看着 眼里也泛起了泪化 此时的内娜已经飞回了老家 她回去乌克兰探望母亲 我走了能给老公和她女儿独处的时间 也让她适应适应 奶奶说 前妻艾斯在中国待了两天后就走了 临别之际艾斯和女儿紧紧相拥 难舍难分 混血女儿在中国适应得很快 她和爷爷奶奶爸爸相处的都很好 不过接下来就要面对一个问题 她如何与继母娜娜相处 我想认识她混血女儿说 她对继母的态度出乎所有人意料 没有想象中的排斥反倒是十分期待 2023年4月5日娜娜探亲回来了 她亲自挑选了鲜花去机场接后妈送给她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娜娜已经和混血女儿打成一片 甚至她还特别维护这个女儿 在孩子教育问题上 杜霄希望她抓紧时间学中文 不要总想着玩游戏 但娜娜却觉得应该给孩子更自由的空间 不要处处限制她 现在娜娜快生产了 杜霄计划把丈母娘接来中国 让她陪在女儿身边 和娜娜一起度过这个难忘的时刻 据了解杜霄的丈母娘才比她大九岁 如今的杜霄可谓事业爱情双丰收 不光粉丝超百万 还有个爱她的美丽妻子 也即将迎来第二个混血宝宝 实在令人羡慕 感谢主花梦 感谢主花梦